这个款式是一个轻松的T-cut 我穿着这个是深灰灰色 手拿着这个是奶茶色 配衬了一个横向Lace 就是前腹的部分 后腹就是Pling的 Pling的后腹 我现在就衬得型格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很舒适的穿搭 是比较型格有Style 所以说多一次 这个裙腹款是极度之好衬 这个款式的T-cut版型 去到三手袖的部分 有少少收的 这个我真的配合了才知道 这样展示给大家看 你会看到是比较Slim的一个手袖位 也是有松的 不需要担心 但你会看到它比平时的 是Slim一点的 所以都要说声 但你说是否这样 就绝对不是的 它是正常的T-cut 到手袖的部分 就有布量 有少少像一层层的卷卷边 或者一个Ruffle的状态 它不是真的Ruffle 而是Pling的 不过你这样搭起来 有一个Layer的少少的细节 这是我留意到的地方 它这个版型 除了单衬之外 很适合搭配外套 如果你自己喜欢玩Layer 其实这个款式 或者这一间设计师 它有延伸一个Layer 一个背心款去做层次 它是可以on top这样搭配 一会儿我会这样示范给大家看 我先介绍这个款式 它是简约的Lace和Print字设计 这个Print字是丝绕 是丝绕料 它是Lace 它是一个简约的风格 What is time now? 就是简约的换味重一点的一个Style 它的Lace是薄的 比较古典味道一点的 是优美一点的Lace pattern 所以好像我现在这个穿搭 可以配襯一个LadyD 少少型格LadyD的一个观感 有时是看衣服或者看款式上 你会看到它的细节的选取 就会有什么观感 无论在布料上、细节位上、cutting上 都有留意到的这些细节位 是的,的确是casual的T-cut 但是因为它用了一个比较LadyD的 优美一点的Lace 正正就可以令到那个 简单的T-cut 有多少少丰富了的一个元素成因 在上面 大家都可以留意 绝对是很百搭的 如果你喜欢配一些背心款 或者配衣、外套 因为它的版型都是friendly 特别是手袖 正正就是它轻了一点 令到那个没有那么累穿 或者你有时配外套 不会觉得那么多层 是的,那就轻松一点 那都是两体的,不太大影响 不过都是看到就说这样的想法 那如果... 不如这样拿这个吧 这个是外套 可以这样casual的style 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反差 那我好快就这样示范了 因为好像我现在这个 拿着的外套款 绝对是非常Lady的线条 那比如好像现在这样搭 那手袖就合适了 因为我现在穿这个 都是比较... 不算是很宽松 即不是很抛抛就 不是很抛抛就 正常 那有时搭一些... 这一种的T 如果它的手就比较阔 那可能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是的 或者多了 那你会见到是非常fit的一个情况 是的 那甲圈都还有送 那... 其实这两个不是同一间 就是这么巧 我觉得这样搭 是有型格一点的味道 是的 那完全搭了另外一个风格出来 那虽然其实它真的很plain 是有简约的风格 但是你说搭到出来的风格 相对地会比较多 对 大家都可以看看 还给大家看 那是宽松的版型 是的 都不短身的 是的 盆骨在这里 盆骨在这里 大概差不多一半个腋位 是的 布鲁也有弹性 正常的薄位cutting